你好 大家好 自從我做了這個節目之後呢 我每天都是以紅心大獎的造型出現 看到沒有 我這霹靂紅唇是不是很性感呢 那幫我打造這身朝姊形象呢 那就要歸功於我們的霹靂造型師安妮姐姐 安妮姐姐 我知道呢你是一個購物女士嘛 今天要帶我去哪裡購物呢 在購物之前呢 你知道什麼是潮流嗎 潮流 莫非就是Fashion 對不對 Yes 但是我想我的這個潮流應該沒有你厲害吧 I think so so 今天你就跟我一起去時裝展吧 時裝展就是Fashion Shop Yes Come on let's go Let's go 原來安妮姐姐帶著潮姐賴怡靂 出席新加坡最盛大的時裝咒 這是海內外時裝設計師展現創作成果的舞台 新了無數潮人共襄盛舉 秀場內外也聚集了不少明星潮人 對於他們來說 潮流的定義是什麼呢 對我來說 潮流的定義就是不管你穿什麼 外表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自己要舒服然後有自信 說到潮流呢 我會覺得衣服一定要合身 那妝肯定要適合自己 當然像維州說的 要覺得自信 那就是潮流 大夥今天來支持本地著名設計師 Nick Wong的2014年秋冬時裝秀 Nick的設計向來以簡約線條和細膩剪裁為主 這一次也保持他一貫的風格 這一系列服裝在簡潔之中又帶有驚喜 也能靈活搭配 適合各種場合 另外 秀場的編排也令人難忘 果然正如系列名稱 Unexpected一樣出人意表 李 恭喜你 剛才那個北勤秀非常的成功 謝謝 謝謝 那我想要問一下 你剛才那些衣服設計的靈感 是來自哪裡啊 是來自50年代的Denmark 他是一個設計師叫Paul Henningsen 所以他的那個Archic Choke的那個Lamb 因為那個Lamb它有一層一層的那個葉子這樣子 我就放在我的衣服上跟我的裙子上 那一款的設計的衣服是屬於比較秋冬的對不對 但是秋冬給人家的感覺就是好像材質要比較厚啊 但是我剛剛看他的材質都很薄耶 新加坡的天氣比較熱 所以我要有那種Balance的感覺 所以新加坡也是可以穿 到外國穿的他們可以披一個羊毛啊都可以 真的很貼心齁 那我知道你除了設計衣服之外 你最近還有跟一些家具做一些結合對不對 對啊 因為在服裝不一定是在身上嘛 也是可以在家具設計裡面也是一種表現 所以你認為時尚的東西 就不只是表現出衣服而已 對 在很多生活周圍都可以表現出時尚 對 在lifestyle 在每一筆passions furniture 我們採用了黑跟紅色混合成家具 我覺得這場秀最特別就是突然之間 那個舞台上面有小沙發出現 我最喜歡的是粉紅色和黑色 非常適合年輕的女生 就像我自己這樣 我其實蠻喜歡的 我覺得它尺寸是非常特別 因為它非常的小巧 然後不需要很大的空間 如果你就放在那邊 不用那個按摩椅的話 它就是一個小沙發 我覺得非常的舒服 然後很…就是很溫柔 很喜歡感覺很優秀 我喜歡它 我就是喜歡很優秀 我覺得很優秀 很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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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一個在家裡 對嗎 我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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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複雜秀 很優秀 真是很酷 我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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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星期間 一般的事 所以有些草莊 在家裡 是很驚人 真是像 每天天的個人 我來支持 我非常興奮 因為 新加坡的風景 是很激烈 我們有很興奮 的設計師 Niklus 做出了 非常靜靜 美麗的 巨星 最完美的 製作 最完美的模特兒 我覺得 Nik的 這個 冬天的 特別的地方 是 通常 冬天的 設計師 都是 採用冷色系的色調 可是 她很大膽的 採用了 桃紅色 再配合 簡單 大方的 cutting 也配合了 本地的 穿著的方式 好 好 Ani 這個肥軒秀 真的讓我大開眼界 我吸取很多 這個時尚的元素 對啊 那這個時裝界呢 真的是很天馬行空 想像力很豐富 從服裝 到秀場的編排 都很厲害 對啊 時裝秀本來就有很多 潮人會來 吸取經驗 所以你也要多來喔 一定一定 有機會我跟你過招啊 行 我們馬上去下一場 下一場 下一場 對 快點快點喔 OK 趕快